好 台中市一名男子被老婆责骂 一气之下他竟然跑到了超商喊抢劫 他说呢是想到老李静一静 但是身上没有带武器 也没有行抢动作 只是静静的等警察来抓他 那也因为没有真的抢劫 因此警方最后只用恐吓罪 将这名男子移送法办 男子穿着红色羽绒外套 赖在柜台前不走 说是要抢劫 但身上连个武器都没有 店员当成开玩笑 别过头不理他 再看一次 男子刚结完账 先说好香烟 接着双手插在胸前 对着店员吆喝 我要抢劫 尴尬的是店员连理都不理 男子不死心赖着不走 不要钱 他只要店员报警抓他 因为跟家人失合 就是有一些口角 所以星期九后心情不佳 才到这个超商里面 大喊说我要抢劫 原来这名男子 男子经常被老婆责骂 这天带着一身酒气又被老婆念 一气之下跑到超商要抢劫 说是要到牢里进一进 但因为他没有带武器 又跟警方说没有要取材的意思 不是恐吓取材 最后依恐吓罪起诉 这名男子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吧 心情有一些就是不顺 所以跟太太有一些口角 想给妻子难看 男子异想天开抢超商 这回被依恐吓罪起诉 人不但没进牢里清静 还得麻烦开口骂他的老婆 到警局保他出去 这是王一超李姿贤 台中报道 这次是王一超市场的老婆责